刚刚疫情可以给我们有一半 以及在户外有一半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如果还没有就大家看看 是技术性让我们开到一个演唱会 技术性 为什麽 那是家庭地方 其实不准在室内 我记得是 但是刚刚给我们 又做到 大家来了 也有百多人 一百六十人 一起见证了表演里面的讯息 大家都很开心的 听了歌 那我就回顾回香港台的开始 你想想我们连logo都没有 今天有少少旅程在未港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 在Fiona小姐的庭室里做的 是不是 我们还没有logo 大家穿着香港的衣服 选了一张 这张是我们当时的 kickstarter 胆粗粗 然后Fiona说 我们不如试试众筹 我们做了三个月 两个月左右 那个不组家朱之后 就因为一个事件 在一个 local的餐厅里面 被人欺凌的时候 我们开始 不需要说 认识我们的朋友 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网站也有原本开始的故事 然后我就很惊讶 其实当时要筹20万 结果Fiona说 对啊 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如果不够20万 一元也拿不到 我说 蛤 你这么大胆啊 不是吧 感恩节啊 今天加拿大的朋友还没醒 这个故事真的可以说完 over the years 就像我们的BB 我们要说回我们的儿子 好了 结果淡达标呢 就有第二张了 叮叮 这个就是当时在3月20日的Midnight 截了自己之后 很感恩 有1713个人 你们看我们 总共是当时筹到超过20万 我们的目标 哇 你记不记得其实不止这个数字 我们最后公布 对啊 因为有些私人在捐资 对啊 我们最后公布 公布好像是27 这样的 所以真的很感谢各位 还有我记得当时 我们宣布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是得到很多不同的媒体去支持 特别要多谢沈旭辉 他跟我们做完访问 然后在立场再登多次 其实我们就有个伤害的 然后有苹果 有立场 还有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出去 我们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人 是来自香港 当时 当然 Toronto也有一大群 其实当时是每一天 你记不记得我们都会有一个流汗位 哎呀 快来了 行不行 可不可以多一点啊 哈哈 很紧张的 但是开始了 当时的气氛 你都说了有很多媒体 好了 接着我就跳到第二年了 就是唱完那个音乐会 除了其中一个 就是大家可以凝聚一些本地的香港人 接着就去到第二年了 我们就凝聚了一个叫做每日五毫子的家人 对了 就是我们说可以一次过成为家人 一百八十元 然后一年 然后有些每月十五元 就可以支持到我们一年的营运 结果我们订了一千个家人 我们就可能就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有消息 大家如果看回我们的数据 我们是放了在那个我们的台的重要消息里面 就是那些钱怎样花 怎样呢 就找了独立的会计师 是audit我们NGO的 就放了出来 那么现在呢 就是终于过了一年 我其实可以说一点 有一个side story 曾经有些网友说 为什么那盘数里面 没有了会计师的名字呢 是不是你自己说什么都可以的 不是的 有苦衷 那个最初接我们的时候 他说我们很知道啊 你是香港人的电台嘛 放心吧 我们不怕的 我们这些数据还数是独立的嘛 谁知道到最后呢 我们说多谢你做完盘数上去看 特意约了我上去聊天 他说其实呢 本应也很难的 跟那些伙伴们聊了之后 其实也很困难的 其实今年帮你做吧 但是可不可以不写我的名字 我最初就有点点愤怒的 我说啊 这盘数来的 你知不知道加拿大如果做这件事是犯法 因为你是歧视了政见而你觉得 做完盘数多谢你帮我们做 因为为什么呢 不是普通会计师可以帮你做盘数 因为他要读在你的数据 每一条每一天的交易里面 就是大家捐了钱的时候 我们怎么用呢 他就这样说之后 我跟Angie说 他用了一些宗教的理由和我们谈 如果佛教或者其他天主教 找你会不会做呢 他就说那未必会的 你说到这一点呢 但是我们是加拿大 正确的NGO 所以到最后我觉得 他就说其实我们都很支持的 我觉得就是B.S了 不过 我那时候已经到了一个位置 就是我觉得香港人 其实在不同的时间里面 他有不同的包袱 正如有些人拍张相片和你一起 都会害怕进不了境的嘛 那我们是怎样呢 就是慢慢叫人醒 那今年就陆续找其他会计师 所以你看到去年那个数据 在那里出来了 就是第一年看下捐款 怎样用了 今年至12月又会有第二个 就是在找 其实香港人去去去下 有些说我们市集遇到一些 他说我帮你做 结果结果结果 故事是一样的 你猜猜说你也不信 他说哎呀 他说真是老土 哪里有人会因为政见 就是你很专业的嘛 你支持你们的钱 根本钱就是钱 关什么政见事呢 结果同一个人说这帮说话的人 他说都不是很方便 就是我们还没找到今年肯帮我们做NGO 如果身边有auditor 你是做帮NGO的话 我呼吁大家 就是现在逼使我们去找一些外国的 就是外国 可能他不知道香港的事那么多 还有贵很多的 贵一倍以上的钱 Anyway 不是想这样 不过就是每分钱我们都经历了一些东西 但有些东西就没什么要跟大家说 我觉得香港人是要不要说我放你出来 因为核爆也不割席 好了 其实家人那里去年就是一百 我们想有一千人 结果结果是805个的 我看看805个 就是欠两个 包括人家捐款 有一些私底下不经过我们计算 就是私底下不想出名 但是支持你们的 其实为什么会维持到今时今日到这一年呢 就是多谢中间有些人 有时有些食肆里面又会给我们一些利是 有时我们那些大家心照 就是尽在不言中 有些就藉着不同的方法 上我们的网店 有些人下广告 我们的网店下广告 都是一定的收入 但是差一点 但是因为第一年那里 拔掉了 所以我们到今时今日 运作了 到现在了 就是今年可以运作到 是的 所以我们到今时就有搞作了 即是2023年里面 10月就比去年迟一年的剂割 我们就叫做什么 没有那样搞那样 其实这是你的想法 说来听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是香港台 我希望大家对香港台的感觉 就像有个朋友在那样 是不是恐龙是你朋友 恐龙 然后我们刚刚开香港台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是要少少 让别人去适应的 是不是 你记得当时 两年前我们开香港台的时候 时事评论有很多 但是每个都是正正经经的时事评论 然后讲生活风格的东西 是讲生活风格的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台 没有啊 只有我们 是每天都做 每天都做 然后第二 就是感觉好像有一帮朋友在那里聊天 但是我们聊天的时候 就是聊香港的东西 所以我想这个风格 是确实有少少时间要让大家适应的 好了适应了之后 然后香港就出现了很多令人恐惧的事 所以今年我们会有一个暴龙出现 我们要踢走恐惧 还有我们的任务是巨大的恐龙 就是史前时代 但是你看到他 这件这么恐惧的事 但有一天他会变成化石而已 不用怕那么多 就是我们用着 很感谢邱其豪 他身体抱样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三个幕前的人 其实幕后有很多人 其实幕后最主要做技术的支援 就是真的只有邱其豪 在这里特别向你鼓掌 向你敬礼 那你才是我们的巨龙 你才是我们的奖励 他生孩子都只是休息了几天就帮我们 那真的帮我们做了一个没有那样 说那样的一个campaign 就是终于就是剪了一条片子出来了 不如我们去了一条片子 逐一讲一讲我们今年的目标 看完这条片子都明白了 那到底呢 就是希望世界香港人给我们一些忧心 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里面 我想香港的东西我们会慢慢陆续 将今天的消息说出去 但这个也是对于我们 未来2023年里面的做的方向 是你们可以infofer一起参与的 那我们一起 麻烦靠几号 请看看你除了你自己肉身的BB之外 就是我们的精神BB 推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麻烦 香港台2023 没有那样 搞那样 有你们继续支持同行 香港台一定本着开台至今那团火同初心 在未来的2023年里面的365日 一共8760小时 我们加倍努力 支持我们moving forward 只需要一小钟 $21或者更多小钟 达到2023年8760小时的目标 即是每个月2万元 全年24万的营运经费 如果大家都感受到 香港台这份凝聚发声有必要 认同我们这份使命 请继续去到我们的网站 hongkongestation.com 支持我们2023 没有那样就去 搞那样 一小钟28元 获认捐更多小钟 多小无区 make every hour counts 好 你知道我也是第一次看的 是啊 里面有些animation 就是Fiona小姐一起 就是一个很有限的 资源底下一起做 我们被迫都学会了 做很多这些事情 好了 这个没有那样搞那样 去年每天五号 这张图其实是关键 其实大家看到没有那样搞那样 我们稍后再用少时间讲 其实大家进去 我们今天尤其是在留言 有一个蓝色的连续 还有在Facebook我们发布了出来 大家自己点进去的时候 是什么一回事呢 没有那样搞那样 其实基本上 我们暂时来说 我只是网上高直播 大家每一天里面一个综合式的报导 综合式的聊天 然后晚上有些节目 还有海外有些节目 是不是 就是曾志豪 大清老师 游戴东 还有王俊燕 有香港的新闻 但是其实我知道 要需要更多 尤其是我们海外的时候 我们知道是不是要去多些海外的探访 去联系呢 其实我们本地要做一些 好像你看到 有英国有英国的本土故事 拍成一个独立的故事 是需要很多剪接的 又有其他的一些 到底可不可以在Local里面 有些杜汶泽式的 和大家好像有一晚的晚上 大家在吹吹吹的而已 大家聊天 有一些书法 什么都需要 所以我们还欠哪样呢 没有那样呢 就是大家告诉我们 搞那样 不是很无聊 没有那样搞那样 去年就每一天五毛钱 要加仁了 今年里面 就需要 我们将它成为8600小时 就是明年2023年 其实一年里面有8760小时 除了出来 每小时28元 去支持我们的 认捐数字就是 你觉得我心里面 OK 想支持 现在那条链子已经开放了 日后都放在这里 直接到年底 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只要 那个做法是怎样的 没错了 你进入我们的网页 很容易看 当然有我们的目标 想做些什么 陆续讲给大家听 如果你是加拿大家人 可能会更加清楚 我们可能有些旅行 其他东西 没有那样搞那样 你看到黑色的按键 就是一按进去的时候 那就可以入到 大家很清楚 8600小时 每小时28元 那我们怎样看到 我们会每一天 没错了 去年就是家人数字 今年就是你的充电 我们有8760小时 每一天里面就是多一点 多一点 就好像一个大家的充电 知道了 手机那样 到底我们有多少小时 大家会认捐去支持我们 希望大家就逐小时 逐小时 按到进去的时候 其实还有几个做法 你填了你的电邮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很多时候有些收据 或者这样 去大家 最终的大家可以28元 然后就可以2小时 56元 或者其他人 5小时就140元 10个小时就280元 那是不是多一点那些呢 将来有些什么我们不知道 就是迟些看看有些什么再推出 其实有一个12月23号的香港台的 我想11月公布了 那当时就会再做多一点 总之其实还有一个叫其他数字的 不要紧的 就是你觉得再少一点也可以 那就是小小无拘 就希望帮助到我们 这个2023的campaign 就是我们的营运经费 就是希望大家都参加我们 那这件事就希望大家可以参与 那个难度就好像对于我们来说 很巨大 就是好像我们很恐怖 其实以后我们就是 每一年的10月 我们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项目的了 那就是我上个星期 就见了一些新朋友 那我们就在那里讲开 他说其实你们的营运经费 是怎么来的 那他们原来一直都以为 我们是在这个YouTube里面 那个分成那样东西出来 那我说其实不是 我们是黄标 就是你就算看了广告 其实我们的台是没有得分成的 因为我长期黄标 那他们说那你们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说我们每一年会有一个 资料提供 那我说去年我们搞了一个 演唱会 然后我们可能有其他的活动 他说你们还要 就是on top of你们平时的 计划 你们还要做那么多东西 去到囚团 我说是的 因为我们其实真的没有得分成 那他就说其实不行的 没有可能是这样 原来有很多人 其实原来承认了 原来所有YouTube频道 都有得分成的 其实不是 不是这一样东西 我们是长期黄标的 所以我们就要开启这个 这个 campaign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们以后这些公称等等 我们就会放在社交平台上 还有和上年一样 其实我觉得每一年的 我们每天的报数 是很紧张的 开始就会有一段 几次的 很快的 然后就慢慢的 就是去年 就加了 对啊 好像每一年的中间 那个 growth 是会慢了 但是差不多到差不多 那里我们突然间能复杂 希望今年我们心血少 大家如果要支持的话 早点支持 这件事很紧张 心血少 我们很了解 为什么媒体少了 报道这些媒体少了 我们需要世界各地的人 去了不同的地方 又开了他们的YouTube频道 你看到我们没有开Patreon 刚才Fiona说了 其实最主要是一年做一次 说给大家听 接下来星期五六日去Mondreau旅行 大家就说有那些你就可以了 T恤买一下 赚一些蟹少少 你知不知道旅行 我们的Jerry哥实在太好 他说我们要凝聚香港人 上去大家全香港人 走在一起听大家香港话 这个旅行团 是很想做这些 你知不知道每个人 我认为是赚10至12元一个人 那就是我们五十个位 五十五个人 我当是五十 你当是五十 赚了五十就是十元 是五百元而已 其实我们公民的目标 做这些事情 其实因为大家去年支持了我们 不是靠那些东西 不是一个营商的环境 要什么呢 就是要大家 就是今年里面看到我们的需要 那就是 还有我想陆续在下个星期 就是去完旅行之后 就是说 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未来想做些什么 或者你们有什么意见 想我们没有哪样做哪样呢 那大家可以分享 是可以告诉我们 还有我要特别去讲一下 其实跟着来的旅行 你会见到我 你会见到Joe Angie Jerry那些 但其实我也要说 我们是自己给钱去的 我们是给回卖价钱去的 所以这件事情 完全是公平的 而且有一位Kaka 他问我们 付款方法是什么 你去到下面 你见到你的留言 上面有一条蓝色的东西 你按进去 那你就可以支持我们 还有你们是不是去我们的 网页里面 也有我们银行户口的资料 那你也可以过帐 那我们希望大家 如果在这里 按进去的人 全部都有记录 那这些为什么要有 电邮这些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会计师这些就是 是 香港台的APP是没有的 你要在我们YouTube的 是香港台APP 那APP是没得按的 是的 YouTube那里 我们每一次都放出来 不要紧 我在Facebook那里 再写一次我们的Payment Method 今次下来 这个Campaign进去 基本上就好像你买所有东西 演唱会也好 世界各地买东西 就将你的Credit Card 就过数的 那有一样东西 就是这么说 就是有两个东西 就已经我觉得 有一点小小 告诉大家 打底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首先 首先多谢Calgary那边 我没有机会宣布这件事 但是我就当Timmy你 Timmy和Mimi 刚刚回流回到Calgary 他临走 塞了300元 给我 他说不好意思啊 刚刚工还没找到 我说小小意思 我说不要这么说 哇 300元 你知道我立刻 脑子已经在想 咦 我就有10个钟的电池 放进去 那第一笔钱呢 多了10个 是啊 第一笔钱呢 其实是Calgary的Timmy 你成为了我们第一个付款 他给了现金我的 那就是300元 那就是 撥了下去这个地方 那边都朋友都没所谓 另外呢 有些朋友去年 就一家人的数字 就是180元一次过 那些就不会陆续去 就是帮你过数的 反而就是每个月的朋友 期间里面 有些人过了一年之后 之前 前后 他就说 够了 那我停止了 继续回来 就是还有305元的朋友 就仍然是继续和我们一起的 只要的朋友 就是那帮人 就是说愿意 就是在那个家人数字里面 喂 你也是去年支持 今年你看一下 用什么数字 用回你同一个价钱也好 如果你决定去年180元 今年180元 其实我们座底 都可能有六万多的 营运经费 这件事就是 那些朋友 现在有六十多位是月费的 就是那些仍然在录制你们的卡 我知道的 就是如果你想停 就好像有些朋友说 已经超过一年了 那我们就多谢支持了 那我们就很多谢你的 那我们只要你送个电邮给我们 那我们就可以停下了 但是如果那帮人觉得 我们过往这一年里面 是大家认可的 或者满意 或者喜欢我们的方式去继续 或者是这个大家的看法是同一致的话 同步的话 那你继续支持我们 其实基本的支持的电量 就是我们有一条巴 那么多是差不多八千七百六十小时 那里就去了四分一 就是有四分一 就是我敢说 但是不要紧的 就是我们有差不多接近两个多月的时间 两个半月 去年做一个星期 但是我经常都觉得 总之做到应该 我想是个数字会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做到多久 然后可以运作多久 那我们一点都没有那个压力 不过我们真的有个责任 就是我们每一年就不想好像 每一个节目都说 Patreon 这样不要紧 我们不是用这个方法 每年一次的呼吁 希望就一直运作下去 那也都很多谢很多曾经 如果你看到我们的一些海外 曾经支持我们的秘密 跟我们交代那些 那是一次过多谢你们 多谢你的认同的 还有要多谢我们的广告客户 是的 很多支持 还有多谢场地的所有赞助 其实他们全部都是很帮忙的 那么记住 那我们今天就讲长一点 因为都要和大家说一下 那个方法和目标等等 那么去蓝色那条巴 你咬进去 你就可以支持到我们了 那我们时间还有五分钟 我们讲一下香港的消息 好吗? 好啊